大家好,我是小怪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少女被继父残害 亲生父亲报警却毫无结果 最后只能亲自动手的故事 安德烈是一家公司老板 尽管工作很忙 他都会每天抽出时间来陪陪家人 可即便如此,妻子还是出轨了 安德烈从蛛丝马迹中察觉到了这件事 他找到妻子进行了摊牌 妻子声泪俱下,向安德烈认错 并表示今后会痛改前非 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安德烈原谅了他 可没过多久,安德烈再次发现妻子偷偷约会情人 愤怒的他找来警察,将偷情的两人抓了个正着 于是,安德烈选择了离婚 儿女也归自己抚养 专业八年过去了,安德烈认识了一个女朋友 两人打算趁着儿女去德国看望前妻时好好度度假 安德烈把孩子们送到了机场 临走前他嘱咐女儿一定要定时给自己打电话 望着女儿离去的背影,安德烈眼里充满了不舍 可就在安德烈与女朋友开始享受假期生活时 前妻的一通电话让他悲痛欲绝 女儿去世了 来到女儿尸体前,看着眼前的一切 安德烈有些难以置信 自己的女儿临走前还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去世了呢 而据前妻的丈夫科隆所说 女儿是因为中暑导致的猝死 安德烈不敢相信 他决定亲自调查女儿的死因 安德烈要来女儿的试检报告 报告中明确表明 女儿曾遭受过性侵 而能够接触女儿的男性 只有一人 那就是前妻的丈夫科隆 安德烈小起诉科隆 可这个人的声望很高 在德国有着很庞大的人脉网络 最终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了安德烈的起诉 可安德烈对此并没有放弃 他找到了全国处理跨国案件 最有名的律师 请求他帮助处理女儿的案件 律师提议安德烈重新试检 想要从他女儿身上查到线索 通过检查 安德烈得知 女儿的生殖器被完全割去 这也意味着线索再次中断 不过安德烈还是没有放弃 通过他13年的坚持调查 法院终于判决了科隆谋杀罪名成立 不过可惜的是 北英是30年监禁 由于德国方面的关系 最后只判了15年 可事情远没有结束 由于德方并未遵从引渡条约 将科隆引渡到安德烈的国家服刑 所以那15年的判决 形同虚设 这让安德烈感到十分愤怒 而此时 自己那个相处了多年的女朋友 也离他而去 亲情爱情都受到打击的他陷入了疯狂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 通过调查 安德烈发现 科隆竟然去往了美国 在此期间 科隆竟然因为性侵被关进了监狱 不过后来因为他女儿的保释出了狱 安德烈偷偷跟踪两人 终于找到了科隆的住所 趁着夜黑风高 他故人将科隆绑架 把他强行带到了自己国家 而此时国家对科隆的判决依然有效 最终 科隆成功入狱 而安德烈也因绑架罪被判处了一年监禁 电影最后 安德烈出狱了 72岁的他来到女儿墓前 静静献上一束花 并对女儿说道 我遵守了我的承诺 这场战役 我是为你打的 这是一部讲述父爱的电影 一个父亲为了给女儿讨回公道 耗尽了自己一生的时间 有人可能会质疑父亲的做法 到底值不值得 其实我觉得 父亲之所以这样做 除了出于对女儿的爱 还有可能是想通过这件事 弥补自己心中对女儿的愧疚 好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各个看大片 对了 这部电影叫做《迷女儿之名》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